Hello 大家好 我是楚儿 最近收到很多后台留言 很多兄弟们都反映 在追求妹子的时候 搞不清楚女生对自己是否有意思 微信聊天一会儿热情回应你 让你认为她是对你有感觉的 但没过两天又对你冷漠到底 让你又感觉她是那么遥不可及 那么到底应该如何才能看出来 妹子是不是喜欢你的呢 下面三个微信聊天套路 可以直接拿去用 妹子只要不抗拒 那就是她默认你了 1.不反感你的暧昧玩笑 聊天时可以适当的开一点暧昧的玩笑 看看她的反应 只要妹子不反感 就可以看出一些 妹子内心肯定默许你了 那么你就可以更进一步的发展 2.不反感你的夸奖 女人都喜欢听好话 都喜欢被人夸 你追她的时候可以多夸夸她 其实呢女生明明知道你的夸奖有水分 但就是喜欢听 你多夸她 她自然就会觉得你是能欣赏她的人了 听多了自然就对你有感觉了 3.不抗拒你的模糊要约 男生们要注意了 约出来才是我们聊天的真正目的 只要女生不拒绝你的要约 她起码是不反感你的 愿意和你进一步接触 我们要做的就是把要约做到极致 让妹子舒舒服服的答应跟你出来 这里呢我们可以用一点小套路 让妹子无法抗拒 只要约出来之后 基本就可以自然的升级关系了 通过这三个小套路 就能释出妹子的心思 只要她不拒绝 就是默认你了 如果你想学习如何跟女人聊天的技巧 想要学习如何吸引女人让她倒追你 或者有恋爱追女生 相亲挽回方面的情感问题需要帮助 那么可以打开微信 点击右上角加号 添加朋友 点击公众号 搜索恋学堂情感 一键关注 添加导师 我来帮助你哦